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EU日本我是小宁 这一期呢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离压山站徒步7分钟的一个新柱的一套移户件 那这套移户件呢总的价格是5580万日元 那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是71.79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81.55平方米 都是土地所有权 那我们现在脚底下呢这个停车位呢 是可以放一个小型的一个汽车的 这边有一个独自的一个过道 那这边呢它是门禁的这个系统 这是放油箱的地方 然后下面呢这是放这个包裹的地方 像在亚马逊买的东西 它就可以把它给放在这里面 有一个可视的一个门禁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 这个房子它的格局呢是三室一厅两位 外加一个露天阳台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这个一楼的这个漩涡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装修的这个材料了 还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感觉 这边呢是这个两排鞋柜 一上来之后左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镜子 从玄关上来之后呢这边就是这个盥洗室 还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风格 颜色也是这种比较时尚的感觉 这边是放置洗衣机的地方 这边上面呢还有个换气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系统 那再往里面走这边就是这个浴室的地方 底下有个浴缸 然后这边是一个淋浴的一个区域 那不用说了新房的话肯定有这个浴霸 通风还有换气一个装置 那这个盖子呢是我建国的最薄的一个盖子 这个盖子是盖在这个浴缸上的 可以保温这个水里面的温度 当然这个盥洗室下面也有一个收纳空间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洗手间部分 洗手间呢这底下还有后面还加了一个氛围灯 特别漂亮 连厕所都加这个氛围灯 那说明这个房子还是非常讲究的 从设计和用料上 然后这个底下呢有一个储藏的空间 这是在楼梯底下 把这个空间最大化的利用 再往里面走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一楼的一间卧室 这个房间的大小呢是无铁 两边都是有窗户的 采光呢还是一般般的 但是这边有这个卷帘的一个窗户 来采光的话把它给拉下去 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全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 这个感觉啊 还是很很实在的这个材料 木地板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间的二楼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间呢四面都是有窗户的 然后我对面呢就是一个中学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学校的孩子们正在 在踢足球 非常非常近 这边我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 还以为这是一个玻璃窗 实际上还是个门 这边有一个小阳台 地方 大家看看这个木地板 这个木地板我感觉还是 材料还是相当的讲究的 感觉这个厚度啊是很厚的那种 然后这边就是门进的这个可视的一个对讲机 大屏幕可以让你看更容易看得清外面的景象 然后这边呢就是低暖的一个温度调节一个功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厨房 厨房呢也是两个水管 这个是来喝水的 这种水是经过这个过滤的 这边的水呢就是用来这个刷碗的 应该是比较智能的 新款给它这个粗脂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里面 这是三口的燃气灶 下面呢有个小烤箱 下面这边是柜子 这边是洗碗机 手拿空间 然后这边还有个小桌子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面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房间的主卧部分 这个主卧的大小呢是6铁 这是这个主卧的这个衣橱 也是站立式衣橱 高度还可以的 大概是2米3左右的高度 主卧的衣橱特别的多 两个衣橱 然后这边是阳台部分 阳台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啊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的 全水子就是说透透气抽个烟 然后再看看这个天空树 也是一个不错的感觉 这个主卧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特别好的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用这个东西一拉 哇 现在打开了 来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看看秘密基地什么样子 这里面的话大概有5.1平方米的面积 现在呢还是在这个装修的阶段 把它打开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loft 把它收起来呢就神不知鬼不觉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卧室吧 三楼呢还有一个次屋 这个次屋的面积呢是4天 可以放一个单人床 然后这边有一个衣橱 三楼部分呢这边也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旁边呢有一个迷你的小水台 大家别以为有一个loft door哈就已经完事了 其实上面还有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二三楼的这个阳台有点小 还不够过瘾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露天阳台是什么样子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天台这个高度 这个围墙高度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围墙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更有安全感 你站在这儿的话 往上看不会害怕 然后呢这个天台这边是有水管的 还有呢再看一下这个周围 我们周围这个房子都是矮于我们的 所以说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从你自己家的这个露天阳台 抬头一看呢就是这个天空树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房源 记得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订阅就是我们的动力 那最后呢我们依然在这个街道漫步中 结束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